庆祝109年青年节优秀青年活动 29号的上午在花莲新政府大礼堂举办表扬大会 今年花莲推选出15位社会优秀青年代表 包含了军警、医疗、消防以及特殊教育领域 另外在在学优秀青年则有大专生和国中生 共44位 合计有59人接受了表扬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年朋友 投入社会服务来为国家奉献心力 为了庆祝109年青年节优秀青年 29日上午就国团花莲宪团委会在花莲宪府大礼堂举行表扬大会 今年花莲推选出15位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 尽忠职守的社会优秀青年代表 包含警察、军人、消防、医疗人员及特殊教育领域 另外在学优秀青年代表 则有大专生三位 国中生、高中生44位 合计59位 教育领域一直有一句话是 时代考业青年青年创造时代 而这句话无论是反引前或者是现在都依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无论是市、农、工、商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在哪一个角色里面 都扮演的具足、学习让他做到最好 这样子对自己的生命 以及对家庭、对社会乃至于对国家 都会有足足的贡献 青年节表扬活动彰显青年的活力与热情 除了有四位高中金差来习助颁奖 也邀请四位高中热武社带来热情舞蹈 展现年轻人的活力 希望透过优秀青年的征选及表扬 让青年朋友在工作之余投入社会服务 增加个人的成就感 并鼓励更多青年朋友为国家奉献心力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